完全不沾指纹 而且也很耐果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新卫科技 今天我们非常的兴奋 可以为我和你们分享 Vivo最新发布的这台 Vivo Y345 那Y系列呢 它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主打的是年轻人的市场 所以呢 它的外观设计 都一定会是在线上的 那这一点呢 我真的可以重视 因为呢 我带出去cafe工作的时候呢 那个奶咖啡给我小姐姐 她忍不住问哦 诶 这台手机很漂亮诶 请问是什么手机来的 那我觉得呢 这一点呢 真的是让我蛮惊喜的 所以呢 就话不多说 现在呢 就来带你们开箱 看看这台Vivo Y345 到底是当什么样子了 那开箱之前呢 希望你们可以点个赞 以及订阅 支持一下我的小频道 谢谢影片 现在开始吧 Vivo一向来呢 在不同的教会 都会表配所有基本的配件 这次也不例外的 手机课啊 信卡针 说明书 充电器 数据线 样样都有的 那好啦 我们是在开箱之后呢 我就就来给你们看看 这台Vivo Y35的真面目 以及它的又大亮点了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的就是这台Vivo Y35的设计了 Vivo Y35一共是两个配色的 这边呢 是一个玛瑙黑 还有就是这个橙鱼金色啦 那我手上的这个很明显就是橙鱼金啦 那它的名字呢 我觉得它跟这个配色真的是取得非常的贴切的 幽如这是早晨般的金黄色 搭配上渐变的柔和光影 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看也很特别的 那Vivo Y35呢 整个设计偏直脚型 同时呢 搭配了前后对称的圆角 我觉得它真的是很简洁 也是非常好的握持感的 那最重要的是呢 它采用了这个AJ摸杀工艺打磨而成 完全铺沾指纹耳其也很难过了 那我们再看看它的四周 左边呢 搭载的是POWER BUTTON啊 还有就是银亮键 而SIM卡钊呢 这次就是在上面啦 那下面这里呢 就还有3D5M的耳机孔 还有Type X的充电孔 还有双立体扬声器的 那这个双立体扬声器呢 必须要说 因为它的影响很大 音质也很丰富 我觉得拿来听歌 或者是看起都是非常棒的 这里也给你们播一小段听听 那看了设计啊 我们就直接来看 Vivo Y35的六大要点啦 那第一当然就是它的价格了 Vivo Y35呢 在马来西亚售价是1099马币而已 那第二呢 就是它的屏幕啦 Vivo Y35呢 搭载了一块6.58寸 支持92刷新率1080P的炫彩屏 也支持B3的色域 那屏幕色彩鲜亮度呢 是非常足的 看戏追剧的体验 其实还蛮不错 那必须提的是呢 我发现就是Vivo Y35 竟然心中了这个阳光屏 那在户外呢 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屏幕的内容的 这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食堂出外的时候 会使用的用户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第三就是它搭载的 是Snapdragon 680处理器 那对于轻度的用户来说呢 打打小游戏啊 或者是刷Instagram啊 Shoppy啊 Lazada等等啊 其实都是足够的 基本上呢 算是蛮顺畅的 因为呢 Vivo Y35 这是它内存的这个Bagi的运行内存的同时呢 它还添加了就是个内存融合3.0的技术 那内存融合3.0是在2.0的基础上 加入了各种读写的算法 包括速度的压缩 让整个系统的策略运行呢 更加的精准 然后又这样 这个RAM 还有这个ROM 通过这个算法的优化再融合起来 让用户呢 可以体验到就是Bagi的扩展的内存 也就是说 Bagi加Bagi等于16GB的这个Liu 直接提升了用户打开APP的整体的顺畅度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切换的APP的速度 是相比其他同价位的这个手机来说呢 是来的快一些的 那第四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超大内存的容量 为什么我真的说呢 因为Vivo Y35 它本身已经内置了256GB的内存 而且呢 它竟然还只是高达1TB的这个记忆卡扩充 真的是完全不需要担心手机不够内存啊 你有多多的照片啊 影片啊或者是想要下载的APP 都可以直接存在手机的 等不需要担心 那第五就是它的相机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啦 Vivo的相机表现很多时候 都是在同价位段里是属于不错的 那就是这个Vivo Y35 大家的三摄像头的组合 分别是呢 50Mbps的主相机啊 20Mbps的景深镜头 还有一个4CM的微距镜头的 那这个摄像头组合呢 是适合喜欢记录生活的朋友 这里也给你们看一下我拍的一些样张 那第六就是它的电池充电啦 这点是很重要的 Vivo Y35呢 它就是内置的一块 5,000毫安的大电池 那这款手机的这个续航能力呢 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呢 看戏啊 感游戏啊 拍照啊 说Facebook啊 Instagram啊 从早上用到晚上 差不多有30-40%的电量了 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 需要时常在外面 跑业务的朋友使用的 就算没有电 其实你也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它支持的是44位的快充 那大约34分钟呢 就可以充满到70%的电压 也就是说你吃个晚餐啊 或者是晚餐的时间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电量充满了 所以呢 这个速度是还OK的 那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这一台Vivo Y35呢 是一台非常适合 需要大内存啊 长续航啊 还有拍照看戏的就是轻度用户啦 因为呢 它可以收很多的照片 很多的影片 APP 那你时常需要见客户啊 给他们看照片啊 或者是时常开导航啊 也不需要担心手机没有电了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你有这一些需要的需求 好啦 那今天关于这个Vivo Y35的快速视频 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Bye